繁星 絲絲一定不會過期的 我測過過期,這個 現在是for期 萬一連十二月 開都難開,說什麼 我不知道這些算性的方式 其實很難知道有沒有壞 尤其是醬很難知道有沒有壞 米糕和詩玲每次清理廚房都很困擾 收拾出來的過期食物淋淋種種 看起來沒問題 問一下也沒有壞 但是就過了期 究竟丟好還是不丟好呢 好浪費 芝麻醬你寫不可以丟 你問一下 其實很香 其實聞起來真的沒什麼 很香啊 但是不會 半年啊 如果你說期限過了 那件食物本身會負爛 我不相信今天那個馮腐劑完了 第二天就爛了 我覺得起碼還有少許時間 我還可以緩衝 感覺上是覺得過了那個日期之後 有機會可能多了細菌 或者是其實可能已經有些東西是變了質 不要薄了 身體健康重要 過期食物究竟還吃不吃得 丟好丟不丟好呢 陳勇強和家人做食物批發的 兩個月前 他們開了這間超市做了零售 他就十月二十八號到期 如果到二十六號 或者二十七號 我們還賣不到的話 最遲二十七號一定會出半價 超市食品種類繁多 每天的食用期都不同 即使是同類貨品 日子都有先有後 每天 員工都要檢查食用期 將貨品上架落架 那些日子 電影的東西放在外面 就是賣掉 剛剛開的時候沒有經驗 還有落貨沒有經驗 我們試過丟了一些麵包 我們迫於無奈會丟 但是丟了一些 老實說 其實這些我都拿回家吃 過期我覺得 可能我身體比較強壯些 但是也能接受到 過期也不是代表壞的東西 只不過是因為過期 不能賣給別人 意粉和雞粉都是一樣 有很多人 火鍋用了我們的豬骨湯 哥哥陳勇前 做開食品批發 他說行內都知道 很多預製食品 雖然飆出的食用期過了 但是其實還能吃 只是不能賣 過了這個時間 就有機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是不想 給別人感覺到我們 過期的東西都去賣 這個就是一個相遇的問題 這個相遇是 名譽大於一切 如果一個個客人都會唱你 你都生存不到 法例規定 所有預製和包裝食品 都要符合食物標籤要求 生產商會按照食品 是否容易變壞 標明食用日期 此日期前食用 use by 和此日期前最佳 best before 罩顏眼看來 意思大同小異 但是原來差別很大 法例嚴格禁止售賣 過了use by 即是此日期前食用的食品 但是對此日期前最佳 就寬鬆一點 過期賣都不受規管 陳勇強每天收舖之後 都會逐一點算清楚 哪些貨還能賣得 哪些已經不可以賣了 三支包 之前我都看著那個銷售量去入貨 今次很幸運 剩下三包 二十六號到期 明天我就會開始減價 先半價 其實這藍都不能賣 整藍都不能賣 不賣得的食物 最後都要當垃圾處理 這間超市 每天要扔的食物 佔總貨量百分之二到三 今天算滿意 扔這麼少 本身是一個比較高危的 水分比較多的 養分比較好的 它的食物就是 如果存放得一段時間 它會有一個細菌之身 引起一個食物中毒的風險 梁家星 退休前在食環處 食物安全中心做檢測工作 現在在大學教食品安全 他解釋 食用期是由製造商 根據食物的特質 包裝和存放方式 標示一個食用期限 細菌是兩類不同的要求 在此日期或之前 食用的貼籤 過了期之後 應該就不要食了 食品安全中心 是比較看得緊 因為這件事 和食品安全 因為食品安全有關 另一個 在此日期前 最佳 是說過了這段時間 品質是會有改變 可能變成質 和安全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外於法例 其實是控告不到人 它只可以勸喻商舖回收 過了最佳食用期的食品 品質會起什麼變化呢? 要做這類測試 由於成本高 中小企的食品商 很多時都不會花這一筆錢 只是憑經驗 甚至是商業考慮 去定出期限 他通常都是拿人 一些數據 人家以前做的數據 用經驗 如果他覺得 要保險一點 他便縮一點 多久 這個 大約五十 王國輝三代經營帳員 以前都不用理 產品的補質期問題 不過四年前 有超市跟他拿貨 所以按法例規定 他便要為自己的醬油 定出一個最佳食用期 我們都是要符合他 我們要想個食用期上去 就要自己定 我覺得 都挺難 我覺得 你怎麼可以說 黑白分明 說 四月二十號 沒事 四月二十一號 就有事 自己都很矛盾 但是 都要給他一個界限 都要定一個人才出來 醬油本身鹽份高 又經過天然發酵過程 過往一向都不用想 何時不能吃 擺多久會變壞等等問題 不過為了符合要求 黃國輝最後就決定 產品出產 18個月到24個月內 是最佳食用期 就憑我們的經驗 憑我們的經驗 眼看 用鼻紋 用口 視 我們這麼多年來 都是這樣做的 都是由我們主導 我們都要定一個標準出來 這個標準 是準還是不準 我自己都說不來 究竟過了補質期的食品 會不會變質 還能不能吃呢 我們拿了兩罐過期超過兩年的罐頭五餐肉 和過期三個月的即食麵 給理工大學和香港大學做不同的測試 經過一輪測試 結果發現 那些午餐肉和即食麵 雖然過了期 但是就沒有發現到有任何病菌 吃下肚都不會有問題 今次這個測試的結果 都是我意料之內的 因為罐頭是比較密封 還有即食麵的包裝也沒有任何破損 所以在菌量方面 其實都是達到標準的 都是沒有超標的情況出現 都是適合食用安全的 香港大學的化驗中心 用同樣的過期樣本去進行化學測試 看看過期五餐肉和即食麵 所含的油脂 會不會出現氧化 吃過兩氧化食物會致癌 結果沒事 之後 他們還找了一班營養學的師生來試吃 那你們就是 看看樣子 聞一下 或者你可以用叉子 看看有沒有分別 你三個都試完之後 那你就告訴我 究竟你們覺得 三個裡面哪一個是有不同的 結果大家都吃不出過期和沒有過期的 午餐肉和即食麵有什麼分別 我本身以為過期的食物就會很酸 很鹹 或者總之那個味道 就會很有明顯的分別 但是最後吃下去 我就覺得 其實跟過期與不過期 就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 受賣標示 此日期前食用的過期食物屬於違法 我心想問 收了回去做什麼 倒了 要了 我要賣水丟 我要回公司 我要喝了 掉了 我真的要賣水丟 那這堆就 不要入那麼多 因為很多人 但是 此日期前 最佳的標籤 就不受規管 不過 法例另一項規定又定名 售賣的食物 如果不適宜給人食用 一樣屬於為例 所以開街坊超市的陳勇前 不會冒險 監控住存貨量 過期的食品通通落架 我們店舖本身又不夠位 要準備差不多半個月的貨 所以現在要收拾 陳勇強說 超市大部分是飲品 罐頭和餅乾之類的乾貨 食用其長 就快到期之前 還有足夠的時間做促銷 現在我們有特價 賣便宜了 上個月 這間超市就接收了一批 由大型超市 退回給供應商的 折黑制午餐肉 大超市通常 就過了三分一期 剩下百分之六十的期限 例如這些三年 它過了一年 它就不收貨 供應商半價賭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賣 三贏 顧客又贏了 我們經銷商贏了 供應商又贏了 不用扔 每年送去堆田區的垃圾 估計有三成是廚餘 收而推動的食物回收計劃 專門向基層市民提供廉價善食 中心的主要食材 包括街市買成的蔬菜 店舖捐贈的過期麵包和食品 其實什麼都有的 譬如這些調味料 朱古力粉 很多嬰兒食品 耳粉都多 因為耳粉很容易生菇 這個也是經常收到的 罐頭 什麼都有 基本上 捐這些東西給我們的人 通常都是主動去聯絡我們 因為其實 賣得這些有機食品的人 其實通常都是一些關心環境 他們才會支持 覺得要賣有機的東西 所以其實他們都會覺得 雖然是過期了 但是明知是可以吃的 這樣丟了去 其實很浪費 其實很多基層的人 可能一天都吃不到三餐 所以我們覺得 將這些有人不要的食物 可以捐助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蘇姨說 過期食物不一定有問題 而在他們回收回來的食物當中 有不少還是貴價的有機食品 不過送給街坊的時候 他們會提醒他們 過期食品要盡快先食用 其實如果你說我們自己吃得好的同事 其實大家都明白 都知道是沒問題 而且都真的試過是OK的 不會肚子的 乾蝦霧是不會令它有味道 你看這個是酸酸的味道 即是它會好吃 Sunny經常跟Becky拍檔 舉辦麵包工作方 教人做麵包之餘 亦向學員灌輸珍惜食物的觀念 其實我們平時都有很多 外面叫做過期的食物 但是我們都會吃的 過期果醬 過期的意大利粉 有些醬 豆奶 果汁 試過收一些過期的有機啤酒 過千瓶 幾十箱 喝了我們幾個月 然後又試過一些 豆奶也試過 不過好像不是過期 是包裝有少少問題 它又是回收 我們都是拿來喝了幾個月 Sunny最初發現 店舖通常會將些 只剩下兩三個月 就到期的有機食品 減價促銷 再買不去 就當垃圾丟 她不想浪費食物 於是大批買入 結果吃完也發現 沒甚麼不妥 之後她就放心 買過期食物 出的了 一次就出的了 那個最佳食用日期 是否真的 很科學 是否過了一年之後 它的菌量就會生長到 你那件事是無法進食的呢 是否一吃就會生病的呢 其實會不會反而是 可能一個製造商 是為了自己控制自己存貨 或者整個生產流程 控制現金流的一些方法 我可能這批東西 我買了 我說一年過期 然後 其實就可以令到我整盤生意 很順暢 我們知道那件事 原本是怎樣的 即是它新鮮的時候 或者它剛剛醃的時候 會是怎樣的呢 我們試過 知道它那時候是甚麼味道 因為它新鮮和它新鮮醃 或者是它變壞了的味道 是會差很遠的 那再吃下去 會不會肚痛呢 那或者會不會是不舒服呢 那這樣 我們即是試一輪先 就這樣發覺 OK的 那就用了 新年這一日 特地帶了一些 過了保值期一年有多的果醬 給學員試味 另外一瓶就是未過期的 等學員有得比較 譬如果醬 其實是很甜的 有很多糖 那其實就是 那些人以前用來 保存食物的一些方法 這樣的時候 我們 只要可能根據我們自己的 即是常識的判斷 譬如你聞一下它 然後你看一下它有沒有發毛 你看一下它有沒有 可能它是水汪汪的 選了一個有過期的事 應該都沒甚麼 我猜 所以我就試一下 試一下 好 嗯 沒有甚麼分別 和味道 其實 用沒有變壞的味 應該沒有問題 其實我媽媽都會 即是她的麵 過了一期 我會把它丟 其實她會看樣子 OK的 她是堅持不丟 她會自己吃 但我又不會吃 但我覺得她應該這樣說 之後呢 其實 真的 不要被這個文字 數字上 可以騙到 即是自己看 是否OK 問一下 靠自己五官去判斷 靠自己五官去判斷 有很多時候大家不留意 那些人告訴你 是甚麼 那你就不跟 這樣 簡單到是 食物 告訴你這件事 過期 那你就會丟 但其實 除了不是說 大家一定要吃光 而是 希望大家對於身邊的事物 或者 尤其是生活上 很細節 都會了解 想回 究竟為什麼 有一個所謂的規條 規條 是否我們一定要去遵從 我們是否可以憑自己的常識 憑自己的一些知識去判斷 究竟那件事是否合理 是否對 如果是安全沒有問題 其實不是一個很特別大的問題 只要食物安全 最主要的食物安全 就是微生物 細菌滋生的問題 或是食物中毒問題 一定要儲存的方法 要符合保質期的定義 如果不是根據標籤上面 寫的儲存方法 儲存 就算未到保質期 都可以變質變壞 食物過期 不代表有問題 同樣 食物未過期 又不一定安全 食品製造商 在法例規範下 定出的食品奇效 有幾多是有根有據 有幾多只不過是貪方便 又有幾多是為了加快銷售 下次等過其食物 大家不妨先想一想 再次是尾姐有請 好的 oven 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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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